谈判破裂为了寻仇竟然当街开枪 南投竹三18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嫌犯开着白色休旅车在路上巧遇仇家 眼看着蓝车不成 白车上三名男子不但立刻下车 其中一个人还拿出了枪支 当街开了五枪 情境相当嚣张 白色休旅车停在马路上 蓝下后方黑色轿车 随后三名男子下车 黑车驾驶健壮 想从休旅车右侧驶离 这时其中一名男子竟逃出枪支 朝黑色轿车连开竖枪 黑车驾驶猛催油门逃离 男子继续猛追开枪 直到完全看不到轿车身影 三人才上车离去 这起惊险当街开枪 就发生在18号晚上11点多 南投竹山大名路与祖师街路口 双方人马互相认识 因先前起纠纷而结怨 没想到对路口狭路相逢 其中一方竟朝对方车辆连开五枪 检方获报到场时 开枪的嫌犯已经逃逸无踪 园军巡逻时 发现有汽车遭移至于路边 车上有多处疑似弹孔文机 检方调查 双方人马先前是在KTV禁酒引发纠纷 后来谈判破裂 对方竟当街开枪泄愤 所幸五枪都只打中车体 没有人员受伤 检方初步认定示威意味浓厚 目前已经锁定嫌犯驾驶车辆及身份权力追砌中 借尊如柴南投采访不得